大家好 欢迎来到CatchBeats的YouTube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有关于为什么你要开有限公司的系列 题目也有说到 如果你是要借钱来创业的话 我们会建议你来开有限公司 为什么呢? 今天和大家仔细讲一讲 首先借钱创业其实都十分常见 基本上你资金不够 但是生意上你真的要有这样的Cash Flow的时候 你就会考虑要借钱来帮你周转 传统生意例如它是做Trading的 它在大陆厂买货 然后就运去美国或者是欧洲国家 过程里面它要先电资一部分的资金 给厂去做货 可能要说2-3个月之后 运到当地卖出货后 才可以收到那笔资金 这个过程底下 资金链就需要借贷 来提供到 那个顶金 以及运费 来做生意 这个情况下 很自然了 公司就要借钱 随着Trading的生意越做越大 可能它是由50万借到100万 下一次的生意可能由100万借到200万 甚至400万1000万这样上去 那整个情况就是 生意越做越大 它借钱的需要也会随之而增加 当你的公司做大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很大机会可能你的厂方 就要求你出LC 关于LC这部分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停一停 看看 简单来说 基本上你是一间公司 需要有一笔现金 来做一个抵押品 出这一张信用状 那这个现金从哪里来呢 很大机会是 跟银行借钱而来的 因为 你怎么都需要有一笔流动的资金 来应付日常的 营运开支 可能运费 甚至其他出粮的东西 你要有现金的 于是 这个借钱的模式 就开始成为了你整个生意的一部分 而你要去成立有限公司这个动作 亦都是说在经营借钱的风险下 一个最基本的底线 那你说 就是trading已经是outday了 传统生意嘛 现在个个都做e-commerce啦 那假如你又想一想 你做e-commerce 做到某一个位置 那你想要有自家的品牌 意思很简单 就是你不想送货去到客手上面 那个package 还是 就是简体字的 那当然啦 你又要跟你的supplier 来到去谈 怎样出自家的品牌啦 那这里的supplier又要跟你说啦 喂 如果你要有自家品牌 用自家packaging的话 那这里是3000件货起跳 最简单 假如你那件货很便宜的 就是30元一件 3000件货 那里已经9万元 9万元你还没计算运费 没计算其他 就是找人来帮你做storage 找人做repacking的动作 那里你会不会说 十几万走不掉啦 一个普通通的一个创业者 十几万 是不是这么容易 拿到出来呢 又未必啦 去到这个位置你开始游客 适合创立自己的品牌生意 你讲的你最重点的 就是缺乏资金 会不会考虑 借一个中小企的创业贷款 假如是借的话 那20万至50万 这个 绝对是不少的了 在这个时候 你是用无限公司 以个人身份 来作为那个担保人 去借这一笔款项 还是你觉得应该是用一间 有限公司 以有限责运的身份 由公司 去向银行 做一个借贷呢 再介绍多一类 在需要借钱来创业的生意里面 是讲的现在最新型的 那种资产增值行业 讲的是 他们会将一搭工厦 买回来 剖开 拆细 重新包装 装修 再拿出来 卖给人 又或者 他们直接 拿出来做 Business Center 的那一类生意 你讲的这一类 买一层 工厦 回来 来去拖开拆细 你讲的 没几千万资金 都想不到的了 那这类型的生意 又是要怎么做 当然 问银行 借钱做生意 你要令到 一盘生意做大 有更加多的客 你要令自己的生意 做得有特色 有自己的个人风格 你要令到 这个生意 是有足够高的门栏 不能够轻易给到其他的竞争对手 进来抢你的生意 全部 其实背后都要有资金 来去支撑你整个的生意 明显三种类型的 生意模式 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说 他们需要一笔资金 来到去撑过 就是那个做生意的过程 就是 由买入 到买出 中间 那个 cash flow 的gap 可以善用到有限公司 给你有限责任的 这个法律保障 令到你做生意的时候 决定可以大减 一些 但是在对你的保障上 风险管理 也都安全一些 这条片的下半部分 我们会再讲多一点关于公司 问银行借钱的一些基本资讯 在开始之前 助你一秒钟的时间 麻烦你like 我们这条片 那当然了 如果你可以做完 CLSS 做齐了的话 我们会很感激 可以算是对我们 创作的一个鼓励 和支持 第二部分 关于问银行借钱 第一样东西你要知道的 那当然是 中高 借还是不借 还得好 先好借 除了这个那么重要 一定要讲给大家听的情况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 有抵押 和没有抵押 之间的利息差别 你要留意一下 说的是 你在香港 假如你是用 物业贷款 即是楼案 它是说利率 是很低很低 并且还款延期 可以滩到很长 对比起你私人贷款 你问 甚至用 credit card 透支现金的 那种借贷方式 那个利率的差距 就是利息 要付的差距 可以 很大 很大 为什么呢 是因为 如果你是楼案 你是用 楼 来做个 抵押品 对比起你用 私人贷款 可能你都要提供 两单 去告诉银行 你有这样的还款能力 再拿到去 就是 credit card 基本上是 没有抵押品 银行直接 透支现金给你 来做消费 那种 没有抵押品的借贷 那个利率 是可以相差 很多 和是非常多 所以 你公司借贷 都很讲个时机 假如你是一家 初创的公司 没有过去的 营业资料 也没有audit report 審计报告 其实基本上 你的公司未必得钱 如果公司是不得钱的 你想问银行借钱 是公司名义的 银行很大机会 要求你个人 作为担保人 又或者 你自己要拿一些资产 例如股票 甚至你自己的 自住楼 来作为抵押品 拿到那笔贷款 如果你是用公司 中小型不借贷 那边 利息可能 就会高一点 也因为这样 所以如果 是我们公司的客人 我们建议他 借贷的时候 就未必是 初葬的那个时间 反而是说 他做了可能 一两年的生意 第一 他的有限公司 是有audit report 有審计报告 并且他每个月 证明到 他是有经营利润的能力 即是类似于你个人有量单 给到一个证据显示 你间公司 是有这样的盈利能力 来到去问银行借钱 出来的利率 和借贷的金额 就可以有得谈 而这一点也正正是 有限公司 和无限公司 有一个分别 在银行的眼中 你无限公司 基本上 那份 财务报告 很大机会是 一份 无audit的 一个财务报告 而有限公司 因为法律规定 他必须要 去找一个 审计 来做audit 所以出来的那份报告 银行的 应受性 就会相对提高了很多 你可能会问 是不是 无限公司 还不可以 出份audit report 来问银行借钱呢 第一 我们不是开银行的 我们就不能够代给银行回复你 我只能够说 audit report 这一件事 是说在有限公司法律下 是必须要出的 亦是每年都应该要出的 至于无限公司 就没有这个硬性的规定 所以在银行的眼中 你是一间有限公司 并且你每年出一份audit report 出来的那盘数 那个说服力似乎会高一点 另一个重点 银行为什么会觉得 无限公司 就算你出audit report 都未必 可以有有限公司 那份report的功能呢 是因为 你的法律地位的深圳 有限公司 它是 独立的法律个体 你无限公司 不是 一个独立的法律个体 在银行层面上 你有限公司 你是真的可以 有法律的依据 来到去将有限公司 里面的股票 来到去作为一个抵押品 抵押给银行 即是假如你家有限公司 是还不到钱的时候 那银行是可以 作为一个接管人 接管了整间有限公司 来到去将 他公司里面所有的资产 和他的盈利能力 都一拼 作为了那个抵押品 来到去收取 或者收获回 借的贷款 而如果你是说 无限公司的话 那基本上 无限公司 是没有什么股票 亦都没有什么 公司法上面 可以依据 令到银行 是将 这间无限公司 作为一个 整体的抵押品 来到去 做那个 借钱的动作 所以 很多时候 就算银行 review了 你家无限公司的 财务状况 也好 其实 暗鉴 他都是当你 一个私人借贷 的方式 来到去 去 问他借钱 好像我们刚刚都提及过 有抵押品 和没有抵押品 有抵押的 固然的利息 是可以再低一点 亦都因为这个原因 无限公司 没有一个相关的抵押品 没得这样去借贷 但是银行 又好想借钱给你 水浸嘛 那你们又觉得 想咬到银行 给一个低利率 于是 近这几年 其实都衍生了一个 新式的 公司借贷模式 就是用AR Receivable 来到去借钱 Account Receivable Financing 应收账融资 基本上 内容 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幅图的内容 通常 你做买卖 和一些大生意的合作 你很大机会是 50%的 Deposit 然后 剩下的50% 的美数 就是 货到 才付款 正常而言 你做生意 那份是一份合约 是有法律效力 而银行 就将这一堆 应该 回收到 但是暂时 未收到的 帐目 OK 作为一个 抵押品 来到 借钱给你 这个就是整个 应收账融资的概念 这类型的应收账融资 就很少是说 逐单contract 或者 逐张invoice 来计算的 通常都是说 银行 第一 会看回 你家公司 过往的 那个出入数 来做一个评估 再加上 你做一盘数 给他 他看完之后 他就会给到一个 大约 可以借到多少钱的 一个proposal 给你了 正常而言 就不能说 100%的account receivable 你都拿了 那个贷款 说的 六七成 都已经是不错 再详细点 关于整个借钱的流程 究竟 银行有什么要求 你要提交什么文件 甚至说 银行会批多少 的融资金额 给你 这个其实每家银行 都会有些少的不同 有需要的话 应该要去问问 你自己公司 银行的 relationship manager 有兴趣的 为了方便大家 都在 在视频里放下了几条银行 是各大银行 而是因为封关 或者物流的延误 是做不整个生意 那一笔的 贷款 因为你收不到钱 银行要call loan 你希望 你的生意是用一家 有限公司 或是在一个无限公司的状态 来应对这个逆境呢 有限公司的话 你还可以说 OK call loan 我真的搞不定 还不起钱 清盘 然后输有限 假如你是无限公司的话 你就要个人上身 那份应收账的贷款 就要由你个人去承担 除了银行还不了钱的风险之外 其实之前我们另外一条影片也提及过 你还有机会是因为交不到货 是被人提告的 同样 对于法律诉讼那方面 你是用有限公司出公司名 还是因为你是无限公司 所以最后被人告的是要出你个人的全名 这个你都要留意一下 那今天这条影片关于 为什么你要开有限公司 借钱篇 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就记得记得 帮我们给个like 喜欢我们继续讲这类型题材的朋友 也都记得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 成立有限公司 或者开公司上的问题 欢迎直接 联络我们 跟我们说 找个时间 聊一聊 看看帮不帮到你手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